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居武八雅居 第1707集 这就是解释 很好笑吗 城门守卫也是一脸笑眯眯的看着杨开 你不会是在讲笑话吧 杨开眯眼瞅着他 发现对方竟是怡然不惧地与他对视 五千 一万 这点数量的圣经 杨开还真不放在眼中 他有灵霄宗这么一个庞大的后盾 又经常杀人越货 空间界里的圣经不说有几亿 一亿最起码是有的 可对方这般得寸进尺 杨开心中顿时不悦起来 你觉得我是不是在跟你讲笑话呢 小子 难道你也是敌方势力 派来我子兴的探子 那城门守卫冷哼了一声 手上通行令轻拍着手掌 悠哉悠哉地望着杨开 威胁之意甚浓 此言一出 后方那些排队等候进城的舞者们 皆是面色大悲 之前那中年男子的下场 他们可是亲眼目睹 才发生不过半盏茶的时间 如今这看起来衣着光鲜的青年 难道又要赴对方的后尘 顿时一个个目光变得联系起来 朝杨开望去 欲家之罪何患无辞 就在杨开心中恼火 准备大闹一场的时候 背后忽然闪出了一个人来 那人轻轻地推了杨开一把 站到城门守卫面前 笑吟吟道 这位大人说笑了 他自然不可能是什么探子 他是我们五方商会的人 是随我一起来办事的 此言一出 那城门守卫愣了一下 就连阳开也挣着了 他皱眉瞧了一眼 站在自己面前的人 发现对方竟是个女子 因为背对着自己 倒是看不清面容 不过一头乌黑的绣发 在脑后完成了发际 露出了修长白皙的紧帛 身穿着一件得体的长裙 将纤细的腰肢勾勒出来 圆臀挺翘惹人狭想 在这种时候 竟有人愿意替自己出头 杨开感觉怪怪的 心中对着女子 倒是多了一层好感 会长 倒是后方立刻传来几声 惊呼之声 夹杂了极其慌乱的音调 其中一人更是冲上前来 开口道 他 闭嘴 那女子扭过头 冲说话之人瞪了一眼 这女子在一群人当中 似乎很有威胁 一言出 那人当即晋升 不过确实对杨开怒目而视 其余几个女子的同伴 同样表情难看 这位大人 你看我们五方商会 也时常会来紫星城交易一些货物 怎么会是什么莫名其妙的探子呢 小孩子家不懂事 若有冒犯大人的地方 幽梦在这里给您赔个不是了 还望这位大人 还望这位大人多多包涵 一边说着 他一边从空间界里取出了一个袋子来 放在了那守卫的手上 小孩子家 杨开不禁摸了摸鼻子 守卫轻轻掂量了一下 不禁眼前一亮 黑黑笑道 五方商会 我也有所耳闻 听闻你们商会的会长叫花油梦 难道你就是 女子浅笑着道 区区贱名 没想到也能入了这位大人的尊儿 妾身真是荣幸之急 好说好说 那守卫两眼放光的望着花油梦 一脸吟笑的表情 既然是花会长出面 又缴纳了足够的圣经 倒也不是不能够通融 多谢大人 花油梦大喜 不过 守卫语气一顿 阴冷着目光望了阳开一眼 开口道 若是花会长能答应我两个条件 此事就此结果 否则的话 哼 花油梦笑容一将 轻声道 大人请说 这小子的眼神我很不喜欢 再者之前竟敢出言戏弄于我 让他给我赔礼道歉 守卫冷眼瞧着阳开 又将目光转向花油梦 吟笑一声道 第二嘛 花会长远道而来 待害时之后 本座空险 想为花会长接风洗尘 不知花会长是否赏脸 就选在城东的最风楼好了 他口上这么问着 可那语气却根本容不得花油梦拒绝 花油梦脸色微变 强笑了一声 这个 改日再说可好 我且让这小子给大人赔礼道歉 说话间 扭头朝杨开望去 不断地打眼色 直到这个时候 杨开才瞧见他的真容 不禁眼前一亮 看得出来 花油梦虽然不是什么颠倒众生之色 但也颇有姿色 而且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成熟的风韵 大概是长年在外奔波 维持五方商会的缘故 整个人都洋溢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气息 而且尽在咫尺之下 此女身上还散发着一种让人迷醉的香气 这香气不是胭脂水粉的味道 而是自然的体香 难怪这城门守卫一直色眯眯地盯着他瞧 原来是这个原因 此刻不但花油梦 在偷偷地给他打眼色 其他几个五方商会的舞者 也都冲杨开瞪着眼珠子 一脸你敢不从 我就抱垂你一顿的架势 杨开无奈一笑 他也没想到只是进个城 竟还会闹出这些事来 不过这种时候 他也不好指责什么 毕竟花油梦也在帮自己 沉引了下 杨开冲花油梦 一抱全道 花会长一番好意 在下心灵了 花油梦戴眉微皱 心中忽然浮现出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果然杨开继续道 不过这事用我而起 跟你们无关 且请花会长置身事外吧 说完 说完也不顾花油梦的惊恶 冲那城门守卫 黑黑笑了一笑 哼 要我给你赔礼道歉 花会长 这是怎么回事 看样子 这小子 这小子并非你五方商会之人啊 难道花会长是在信口词黄 欺骗我等 你可知该当何罪 那城门守卫 一点也没把杨开放在眼中的意思 而是冲花油梦立合起来 花油梦也没想到自己一番好意 对方竟跟个愣头青一样毫不领情 顿时也是急得额头冒出冷汗 连忙摆手道 大人且听我跟你解释 这小子他 没什么好解释的 花会长 你摊上大麻烦了 这次的事你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休想善聊 那城门守卫立刻一声 丝毫不给花油梦脸面 让他俏脸骤然转白 哼 确实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杨开冷笑一声 上前一步 伸手朝那城门守卫打了过去 啪的一声 城门守卫直接被扇得翻了几个跟头 跌倒在地上 一口牙齿被几乎扇飞大半 满嘴血污 这就是解释 杨开冷眼望着前方 啊 花油梦呆住了 直觉这次是真的惹上了天大的麻烦 一时间心乱如麻 他也不知道该如何 你 你竟敢打我 那城门守卫从地上踉枪爬起 手捂着腮帮子 口齿不轻地叫道 眼中一片狠立之色 我乃紫兴城守卫 你竟敢出手打我 话音未落 杨开又凌空扫了一巴掌 那守卫残叫一声 剩下的半边牙齿全部脱飞 好胆 那一直闭谋养神的敏之士终于动了起来 身形一跃 整个人如阴机长空本 飞临到杨开头顶上 反须三层镜的视察骤然而出 将杨开周身 方圆十丈范围笼罩 同时一掌拍下 花佑梦和几个五方商会的舞者 皆都不由自主地闷哼一声 在这巨大的压力下 身子都矮了下去 体内圣员根本无法运转 两个实力稍微差点的 更是登场吐血 看在我子兴城洞手上人 可曾把老夫放在眼中 那敏之士怒吓着 杀鸡腾腾而来 大有一掌将杨开毙命地架势 您正在收听的是出品的 五炼巅峰 你算哪根臭 需要把你放在眼中 杨开冷笑不迭 本不想无端惹事 可你们却仗势欺人 自寻死路而已 说话间 分手推出一掌 哼 两掌相碰 一股巨大的能量 朝外扩散冲击 敏之士 原本气势汹汹 杀鸡毕露的老脸上 骤然浮现出了一抹 惊骇的神色 拳击便如破步麻的一般 被震飞了出去 噓 他体内传了一根根骨头断裂的声响 身在半空之中 滴血无数 哗 城门外 一片哗然之声响起 杨开与城门守卫之间的冲突 花幽梦的调节 众人都看在眼中 本以为杨开大难临头了 最后却不想 遭殃的竟然是那个城门守卫和敏之士 只是一掌 敏之士便被打飞了出去 跌落在地上 生死不知 众人都看怪物一样看着杨开 敏之士在子星中的地位虽然不算多高 但怎么也是个执事的身份了 能在子星这个庞然大物中担任这样的职位 最起码也是个反须三层镜强者 反须三层镜被一掌打飞 这青年又该有多强大的修为 能不成是个虚王镜 这个念头浮现出来 众人都吓了一跳 再也无法淡定了 毕竟虚王镜可是整个星域最顶尖的战力了 强如此星 怕也不愿意轻易招惹一位虚王镜强者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快到每个人的思维都跟不上 那五方商会的会长花幽梦 张大了好看的小嘴 美眸里一片震撼的神色 久久无法回神 城门处本来还有十几位守卫 准备跟随敏之士一道出手 擒拿杨开和五方商会等人 可一见敏之士都生死不知了 哪里还敢上前 全都将在了原地面面相去提心吊胆 唯恐杨开痛下杀手 杨开这才伸手一招 将此前自己缴纳的那些圣经和花幽梦的袋子全吸了回来 冷哼一声道 哼 给你五千你不要 既然不要 那我便收回了 花会长 这是你的东西 说话间 将那袋子朝花幽梦抛了过去 后者傻傻地接过 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这袋子是那么的烫手 走吧 还愣着做什么 杨开冲花幽梦咧嘴一笑 领头朝前方走去 啊 花幽梦整个人都坏了 完全没了自主的思维 听到杨开的招呼 竟跟着他 诗诗然走进了此新城内 武方商会的几个舞者 也都急忙跟了上来 城门处的那些守卫 哪敢阻拦 望着杨开 如望着洪水猛兽般 纷纷退避 那些在外面排队等候入城的舞者 一见有机可乘 竟也一窝蜂地朝前涌去 此处城门刹那间一片混乱 十几个守卫 蓝也不是 不蓝也不是 好半上才有人回过神来 滚快 快去看看敏之士生事如何 他这么一提醒 其他人才愤然醒悟 急忙用促到敏之士身边 关切地查探起来 展现 露天风大人 那敏之士 说一个字便喷一口血 说完一句话 整个人都不知道喷了多少血 直接昏死了过去 先前说话的守卫 这才急忙取出传信罗盘 往内灌入神念 狠狠地咬牙道 小子 你死定了 看在我子兴大人 便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救不了你 其他的守卫们皆是一脸怨毒的神色 凝视杨开离去的背影 杨开这么一闹 他们势必会跟着受到责罚 平白地担了这么一场祸事 哪有不怨恨的道理 多少年了 紫星城多少年 没人敢来放肆了 今日居然在城门处 出了这么大的阳相 此事若是不好好处理 以敬孝悠的话 势必会被天下舞者所耻笑 也影响紫星威名 这种后果 可不是他们能够承担的 五方商会 后院的一间相防之中 花游梦等人呆呆地坐在那里 每个人脸上都是一副 大难临头的惊恐表情 杨开也坐在这里 左右观望 一脸风轻云淡 丝毫没有惹事者该有的觉悟 那轻松写意的表情 就好像是来游玩的一样 小子 你怎么也跟着过来了 沉默了好半声 才有一个光头大汉 忽然反应过来 扭头冲阳开怒目而视 两只眼中满是不善之色 是啊 你怎么也在这里 另外一个男性舞者 也终于回过神来 诧异地望着杨开 在下出来乍道 对这里人生地不熟 是否刚才花会长盛情邀请 便恭敬不如从命了 杨开微微一笑 略作解释 花游猛茫然地望着杨开 想了一下 轻轻喊手道 对对对 是我说的 从城门处回到这里 五方商会一群人 就跟丢了魂似的 完全处于一种 不知所措的状态 这也难怪 五方商会不过是个小势力 在星域之中 诸多庞然大物中 夹缝求生 哪一次来这紫星城 不是小心翼翼 唯恐招惹祸事上身 可是这一次 却是在城门口处 把那敏之士和一个守卫 给打得吐血 生死不知 这样的事 对五方商会来说 简直就像是天塌了一样 众人连杨开一起 跟着来到五方商会 都没有察觉 花游猛更是直到现在 才总算镇定下来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美眸复杂地望着杨开 沉隐片刻道 红姐 劳烦你带她下去 给她安排间客房 让她休息一下 下手处 一个打扮妖艳的美妇 款款起身 应了一声后 冲杨开招手道 随我来吧 有劳 杨开冲她微微喊手 这才起身跟上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五八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近代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